经常杀人的朋友们都知道 杀人容易抛尸难 所以眼前这个推理小说家 在亲手杀死了他的女友后 觉得处理尸体太过麻烦 便扬长而去 可就在他神情恍惚 亮亮呛呛地走在大街上时 被身后一辆飞驰而过的轿车撞倒 当场身亡 迷流之际 他告诉路边目击这场车祸的两位行员 自己刚刚杀完人就被车撞 真没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 巧合的是 的确有一位女性在那段时间 在男人所述的地址遇害 女死者正是男死者的未婚妻 今天继续本格推理榜第一名的 推翻《不在场证明》中的 第一个烧脑短片 让你想破头也猜不出 真相的反转故事 推理小说家的《不在场证明》 原来男人名叫奥山新一郎 是日本有名的推理小说作家 而被他杀害的未婚妻 乡城女士是出版社的一名编辑 警方分析应该是在案发时 乡城正拿着他委托 私家侦探调查的跟踪报告 和奥山新一郎大吵一架 为此二人大打出手 奥山一气之下 便失手掐死了未婚妻乡城 随后他惊慌失措地走在大街上 当时身后有一辆醉酒司机 驾驶着轿车向他驶来 即使警示厅的阿查警官 和擅长破解各种 不在场诡计的美波 一起大声地提醒他 也没有将他的思绪拉回现实 看似案件已经告破 案情的分析也十分合理 但在这其中出现了 无法解释的作案时间线 首先 男死者奥山新一郎的家 距离女死者乡城的公寓 最快最快也有30分钟的车程 有快递小哥正式 当天下午3点20分时 奥山新一郎曾在家 接收过一份快递包裹 也确定是他本人签收的 而他杀完人发生车祸的时间 是下午的4点02分 也就是说 男死者死在男死者家附近的街上 女死者死在女死者自己的公寓内 从男死者在家签收完快递 到发生车祸的42分钟里 是根本无法实现 从自己家去乡城家杀人 再回来被车撞的 但阿查警官和美波 的确在车祸现场听到了 奥山新一郎临死之前的遗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按照正常的推理模式 奥山新一郎很有可能是 有一名共犯帮助 但奥山本身没什么朋友 只有一些读者粉丝而已 他的未婚妻乡城女士 所居住公寓的管理员也表示 案发一整天 并没有见到可疑人士出入过这里 包括乡城的未婚夫奥山新一郎 而且管理员根本就不认识 奥山新一郎这个人 这就奇怪了 既然不认识 管理员的办公室里 又为何放着多本 奥山撰写的推理小说 甚至还有他的签名呢 阿查警官一直对奥山 发生车祸时 没有听到他和美波的 大声呼喊一事 感到十分疑惑 来到奥山常去的诊所才发现 原来奥山早在三年前 遭遇过一次交通事故 也留下了失聪的后遗症 所以这些年 为了不影响正常生活 他一直在学习纯语 根据对方的口型 进行基本的对话 也正是如此 美波立即破解出 奥山的不在场轨迹 首先 回顾奥山在发生车祸之后 坦白杀害乡城的事实时 阿查警官一共问了 奥山三个问题 分别是所杀之人的姓名和地址 以及在哪里杀的人 但奥山只回答了两个问题 就是乡城的姓名 和他的公寓地址 加上乡城的尸体 的确是在自家公寓内发现的 所以警方对此一直没有起疑 但其实在阿查警官问出 第三个问题时 奥山早已痛苦地闭上双眼了 说明他回答的是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乡城家的住址 如果奥山真的杀害了乡城 又要符合时间线的话 那么乡城的遇害地点 应该是在奥山的家中 案发当天 应该是乡城带着调查报告 来到奥山家 紧接着二人大吵一架 争执过程中 奥山失手杀死了乡城 随即奥山失魂落魄地 走出家门来到街上 因为失聪 他听不到身后汽车驶来的声音 之后发生的一切 就如我们看到的一样 现在的问题是 乡城的尸体 为何会从奥山家 移动到自己家呢 原来奥山并没有真的杀死乡城 或者说乡城并没有死透 当他再次醒来 便赶紧逃离出奥山家 并驱车回到了自己的公寓 而此时真正杀害乡城的真凶 就藏在乡城家里 此人正是明明是 奥山推理小说的忠实读者 却又假装不认识 奥山的公寓管理员 此刻的他正在接受奥山的委托 帮忙调查乡城的黑料 因为他担心乡城会爆料 他经常出入各种高档会所 影响他的名誉和推理小说的销量 所以拜托管理员 趁其不在家时 潜入乡城家找到黑料 以便能够互相制衡 最终 乡城在一天里被杀了两次 本就剩下半条命的乡城 再次被管理员勒住了脖子 窒息而亡 这就是整个案件背后 令人折舌的骇人真相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类推理悬疑的短篇案件 请继续关注 我是你们的客代表 我们下期再见